一大早捐血车外 常常人融 民众排队等着捐血 不只外面 连捐血车内全都是人 护理师手完全没停下来过 而民众会这么踊跃 有原因 鸡蛋一盒和放号 原来只要来捐血 每个人都能领鸡蛋回家 才会涌入大批的人潮 缺蛋 缺蛋是 所以来捐多少 捐500 我的目的是 捐血比较要捐 拿蛋 礼物对 拿蛋比较吃药 有民众大概不到7点就来排队了 真的哦 对我们希望今天就是可以爆料 然后就是可以提升那个裤子的捐血量 最近不只缺蛋 血库也不足而一 但由政党推出捐血送鸡蛋的活动 限量100盒 我们也没有朋友以外 在跟我们倒搜尖 不然大家说 跟家公鸡蛋 要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我都说两百块钱 开始不太简单了 提供蛋的农场业者 这次和好友携手做爱心 以捐血送蛋的方式回馈给社会 而面对缺蛋潮 农委会预计下周开始进口蛋 提供业者使用 不用再害民众抢买蛋 提供新闻简大臣 王思纯宇兰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